当我们检查完歌曲的路线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唱它的旋律 如果家里没有钢琴标锦 我们可以download电话里面的apps 接下来我们就要知道它的速度是 1拍等于66 这时我们就要去google metronome 然后调去66 加1 然后我们看 我们这首歌是从第四拍的upbeat开始唱起的 E等于Bb 这是你的tonic 我们就要开始算拍子 跟着刚才的速度大概是 1 1 2 3 Dore re mi mi do fa mi re do re mi mi Dore re mi mi do fa mi re do ti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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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 mi fa la fa 等等 3 3 3 4 3 4 5 5 5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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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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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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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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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歌词的完整度 来决定我们的呼吸点 OK so 等我换一只panser OK so这是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 然后 你在这里可以换一个机器点 刚刚好零 就是代表rest 没有声音 OK so 夜夜陪着我的海 心情又如何 这是第二句 OK 那你这边就要快速的吸一口气 灰色是不想说 然后这里有一个 不要出声 那你这里也可以选择吸气 或者可以选择只是停不出声 不要吸气也可以 那蓝色是忧郁 然后 你这里要把拍子拖到完 然后到这里看到个休息 一个rest 休息服 那这时候你可以选择 再吸一口气 OK 而漂泊的你狂野的心情在哪里 这个是另外一个句子 我们要的一个句子 是比较长一点点 如果我们选择这里 就吸气 然后这里又吸 然后这里又吸 又吸 它那个音乐的美感就会 因为我们呼吸太多次 而句子被砍得很短很短很短 学会音乐分析 你最少有五个功能会有所提升 第一 提升记忆力 当我们把歌曲分成section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有一些部分是重复的 所以我们就不会再去画这件 被那个重复的旋律 我们只是需要Obey 它的歌词是有所不一样的 第二 提升学习的方向感 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 我们需要算多少拍才开始进 而不再是要等多久 才到我们开始唱 猜猜一下 不要再猜猜了 你可以知道几时要做这件事情 再来就是提升耳朵的明维度 怎样提升呢 就是现在我们学谱 我们不只是靠听 我们手上还有一份谱 可以看我们到底唱过是什么东西 当我们在打开radio或是打开youtube的时候 耳朵会去听到一些好像听过的东西 这样你就可以开始relate 所以当你慢慢累积歌曲的过程的时候 你就会累积你的音乐的词汇 你的音乐的触觉就会提升 耳朵的功能也会提升 第一次就是沟通能力 我们的伴奏不是永远都是卡拉OK 有时候我们有pianist的朋友帮我们伴奏 有时候是你的band的朋友跟你伴奏 所以你可以很明确的跟他说 我要在第几次重复开始唱起 或是在第几个小节开始唱起 在表达能力上面就可以更加确切的说 你要做什么东西 当一切你能做的你不能做的都在你的掌握之中的时候 你就会有那份信心说 今天我做到哪一个东西 那我做不到的是什么东西 我明天就要想方法去解决 为什么会想方法去解决 因为你知道什么地方你做不到 所以间接或直接的他可以帮你提升自信心 下一节我会讨论关于唱歌常常会发生的一些错误 而这些错误造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不太理解音乐的要求 嘿看谱可以给你tips 告诉你音乐要求的是什么东西 下节见 subscribe我哦 下节见